对不起 我来晚了 很多粉丝私信我 就是很多高三党 说马上高考了 甚至今天还有人私信我 说老杨我特别紧张 昨晚都没睡好 所以 我觉得我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当年的一个 高考时候的情景吧 首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现在的情况 我现在是博士三年级 然后已经延迟毕业了 我是93年出生的 今年26周岁 我现在主要做的工作是 数码媒体 然后区块链媒体 同时还有一些学术的 大量的工作要去做 所以有时候会比较忙 我自己现在可以说 从小学一路到大学 到现在 我感觉我所经历过的 跟我一起 当年在一起学习过的同学 以这个人口基数来看的话 我其实已经超过了 99.9%的人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高考这个话题 尤其是我自己 小时候家庭条件非常不好 经济条件 所以我觉得 关于高考 关于一些考试 关于一些人生的感悟 我想给大家 尤其是现在高三 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 待会儿可能是 你明天还有高考 你刚好看到了 有些人可能你高考完了看到了 这都不重要 或者你在高考的中间 哪怕你看到了 如果我的视频 对你有一点点的这种 抚慰和安宁的作用 那我也觉得 我有功德了 我参加高考是2011年 那个时候 18周岁 第一天考语文和数学 其实考的并不顺利 所以晚上 其实10点半我就躺床上了 但是睡不着 怎么都睡不着 没法入睡 那个时候会去想很多很多 关于感情方面 关于友情 关于自己的理想 老师同学 以及远方 不知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远方 因为远在远方的路 比远方更远 到了12点半我还没睡着 我觉得我妈妈那时候是陪赌的 因为高三 然后他 我跟我妈妈是很有心灵感应的 就是基本上我妈哪里不舒服 我也哪里不舒服 有什么他都能感应到我 然后我妈就感觉我应该是没睡着 所以他就喊我 我就答应了一声 然后我妈就是把我抱在怀里 然后用手就是轻轻抚摸我的头 然后唱着那个算摇篮曲吧 我们安徽省吴湖是吴违宪 我小时候的那个摇篮曲吧 大概是这样唱的 叫什么 娃娃快水狗 娃娃快水狗 当然我小名叫羊羊嘛 那个木质旁 木翼羊 叫 娃娃快水狗 就这样 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考文中考英语相对顺利 当年我们文科安徽省文科是有二百 是有二十六万考生 最后我考的是五百九十四分 应该是五百名以内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最后是考上了四川大学 并且后来在四川大学直博 获得了直博的资格 今年我已经博士三年级了 也当然没有胜利 今年毕业 所以延迟毕业了 现在回头来想一想 其实高考并不是一个 对一个人能力真正 最高效的一个考察方式吧 它更多考察的是你的智商 你的应变能力 以及你的整体的这种 甚至还有很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但是我想讲的是 说一个寒门子弟 我相信看视频的大部分人 跟我可能一样 就是高考真的是我们一辈子 唯一或者不能这么说吧 或者说真的是我们一生中 最公平的一次竞争的机会了 等你进了大学 甚至等你进入社会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残酷的 天知道神有余以补不足 人知道者不然 神不足以奉有余 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表达 说我记得不太清了 好像说 凡他有的要给他更多 使他多余 凡他穷困或不足的 要把他剩下的所有的都剥夺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人活着 人 用马克思话的话说是 社会关系的总和嘛 但是用一些管理学的理念来讲 就是人活着 就是你不断的去聚集人财务信息 公权力 在中国尤其是公权力 这些生产和生存资料 来不断的占有更多的这种 你的生存的能力 或者说用更好听的话来说吧 就是不断的提升你自己的社会阶层 提升你的人生境界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就是 其实上大学 我自己小时候 我是出生在那个 就是土做的那个房子里面 所以小时候家里面是 外面下大雨里面会下小雨的 所以家里面会用盆去接着 所以即便我到这么大了 有时候晚上还会有 类似于梦魇里面那种 下雨滴滴答答 落到盆上的声音 后来嘛 家里慢慢 经济条件慢慢变好了一点 算是一个 日子基本能过了吧 上大学之后 其实我在大学里面 还是做了一些事的 做了一些牛逼的事情的 我经常笑称 我自己是三流博士 但是有些人 还是比较看重我的 所以有些场合我会跟着去 不同的饭局 不同的场合 你比如说有些 有时候有些场合 我去过的一些饭局 就介绍 这位是某某市委常委的儿子 那个是某某省 政协书记的女儿 这种场合我去过 但在这种场合的时候 当然他们比较尊重我 把我当学长 让我给他讲一些经验 讲一些操作 其实在那种场合 我并没有对他们这种 有任何的惨媚 因为我骨子里面 我非常崇敬的价值观 其实是有末驾的这种 任辖的精神的 所以我自己一直是有 很强烈的这种 人家觉得我 觉得我性质很直 甚至直到傻的境地 这也是我个人的选择 但是每当在那种高端场合的时候 我会想到很多很多年以前 那么少不禁事 那么穷困潦倒的自己 会想到我自己身边的那些 家境很一般的朋友 他们可能为了一套房子 要奋斗几十年 甚至他们奋斗一辈子 都达不到那些人 当然他们 我不是说那些官宦之地都不好 很多官宦之地 我交接的一些朋友 甚至数字很高 甚至比我们平民之地 还要更努力 这个你说气不气 而是说 很多人一出生 就永远也赶不上 就是我们很多的底层人民 一辈子再怎么努力 都达不到人家起点的水平 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公平的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了这么多的不公 所以我们才要把平等 写到宪法里面 写到法律里面 写到至少我们追求的是司法平等吧 当然这个说远了 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人穷至短的例子 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时候生活费大概八百到一千多 可能我买水 因为我的妈妈在我上大学之前 她可能自己买一件两百块钱的衣服 都非常不舍得 所以我自己是很 比较节俭的 一瓶矿泉水 一块一块五两块 我肯定就宁愿选冰露 那个可口可乐公司的冰露一块钱 当然后来 自己即便经济不错了 我还是会选择冰露 因为觉得它比较甜 比较好喝 不知道为什么 反而觉得龙夫三选 现在不好喝了 那个甚至大一的时候 买一杯奶茶都不舍得 现在想起来 真的是 你想我们穷人家的孩子 如果说素质教育 我们从小在家里面看店 在家里面去田里面 薅草 甚至割稻子 然后卖东西 对吧 我从小特别想学音乐 想学书法 想学武术 想学游泳 都没有机会 没有很多的机会 去教去学 因为爸妈都工作特别 你说种田也好 都特别特别辛苦 所以你拿素质教育 你怎么跟那些孩子比 我现在身边的一些老师 一些朋友 他们的小孩 四五岁 英文都可以达到基本 跟你最初级的交流的地步 而我呢 我可能当年在做个农村玩 我学习成绩算够刻苦的了 我初一的时候 是八个班 我在一个 在本班只是 第十名左右 我因为一些感情 因为一些年少的动力 那是我的高峰 我半年就做到了全校第一 OK 然后一直保持全校第一 即便这样如此 我想我跟我现在朋友的孩子 四五岁的小孩比 他的英文水平 大概相当于我 十五六岁的时候 OK 而且更自然 更大方 我们怎么去比 从小 甚至小小年纪 跟着爸爸去打高尔夫 去捡球 我觉得素质教育 对我们来说 对整个国家来说 当然是好的 素质教育 有利于整个国民素质 的整体的提升 但是尤其在这样 阶层 已经高度的 solidarity的这种状态的话 你要再想去做一些 尤其现在 很多高校的自主招 清华北大的 自主招生的名额 都涨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情况下 我们在想 如果是素质教育的话 我们寒门子弟 真的没有任何公平的 出头之日了 所以高考真的是 我们这一辈子 最公平的 虽然还是有很多 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卷子 不同的录取 不同的比例 但它已经是我们 这辈子 对于寒门子弟来说 最公平的一次了 我再来说教育吧 其实高中学的 高三真的是 知识的巅峰期 甚至把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做一个 博士生 受了很专业的 学术教育 让我现在回到高三 我可能一本都考不上 学过的那些 都已经彻底 遗忘完了 但是但是 高考 为什么考那些 它至少 就比如说 这些都是人才 都要改变国家命运 天之交直的 那为什么相信 你们可以改变呢 你总要表达出 你的诚意吧 你总要刻苦 努力几年吧 所以我觉得高考 也是一个 很见诚意的事情 其实那些知识 我都不记得了 但是那个时候 所受到的那些训练 那些东西是 真的会融到 自己的血液里面 成为自己的这种 基因的 成为自己的这种 生存的表达方式的 再讲讲什么了 再讲讲教育吧 其实教育 根本不是 要把我们培养成 螺丝钉 当然我觉得 整个社会分工 如此细化的情况下 我们每个人 已经是社会的螺丝钉了 我说的这个螺丝钉 而是 是说思想上的螺丝钉 当然为了保持一致 一些特殊的时期 特殊的领域 比如说军人啊 什么的 我当然特别尊重他们 他们为了整个 国家的安宁 牺牲了很多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 我们要做的 是要做一个 在思想上独立 在人格上健全的 这样一个公民 这也是教育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吧 我不给他加之一 因为教育是让人 之所以为人 要教教导他 明明得 止于至善 教导他 整个社会基本的良知 判断标准 整个社会基本的 这种公序良俗 而不是把你变成一个机器 成为一个物化的东西 所以说 当然我觉得很多人 叛逆的原因就是 当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甚至当我们 当我上了大学 去学了很多知识 看了很多书的时候 我们慢慢会发现 甚至历史书上 甚至教科书上 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 有巨大问题的 比如说太平天国 这完全就是 邪教 就是一群疯子 在滥杀无辜 这么样的 疯狂的这种东西 变成了 在教科书上 变成了 那样一个 正面形象为主的事情 类似的历史还有很多 我们不偏提 我觉得我们今天 很多人不愿意 读书吧 或者读教科书吧 根本的原因就是 其实教育有畸形 有很大的偏离 它没有 尤其是我们 之前的这种 义务教育阶段 它更多的时间 并没有放在 其实我真的很建议 放在 我们去探求真理 去质疑 去质疑精神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如果你 连发问都不知道 怎么去问的话 那么我觉得 这个人 是没有创造力的 去质疑 我觉得什么话题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拿出来质疑 因为在面对整个上昌 面对整个 可能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 甚至没有信仰的人 或者说有信仰的人 会有不同的表达 在面对上昌的时候 我们有不同的仰望方式 但是在问道的这一个态度 如果我们是真诚的去讨论 真问题的话 那我们每个人是平等的 并不存在你是教授 你是院士 你是某个 甚至我可以这样说 在探寻每些真理问题的角度 我们和马克思 我们和苏格拉底 和老子和孔子 至少在这种 问道的仰望的姿态上 我们是对等的 OK 但是更多的 我们之前的教育是填压 那我希望 无论大家最后的 高考结果如何 我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种 真诚的 面对自己类心 面对这个世界 去探索和成长的方式 最后很关键的问题 没有跟大家说 就是 如果你晚上睡不着的话 那么第一 你躺到床上 你要告诉自己 比如说我现在 要放松 我的肩可能要放松下来 你的身体要陷到床里面去 要放松 然后你把你的注意力 放到你的呼吸上 让你的呼吸变得 越来越平和 越来越均匀 你的注意力 放在这个上面 越来越平和 越来越均匀 很快 你就会睡着了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人的一命二运 什么三封水 什么四读书 什么积德 什么那种 我并不是很赞同 但其实我是稍微有一点 庶民论的 觉得冥冥之中 都有了很多安排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也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因为你努力都没努力过 你怎么知道 上昌给你安排了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大家只顾风雨兼臣 剩下的交给命运吧 用唐代有个诗人叫李敖 还是什么 基督不太清楚了 叫我来问道 无鱼说 云在青天 水在平 我们个人的状态 可能冥冥中都已经有了最好的安排 好了 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收藏 投币 转发 没有关注的小伙伴 还可以点一下关注 后面 有机会的话 我给大家再来讲一讲 田志愿 甚至保研或考研 当然我一直都是保送的 我找朋友来给大家讲考研嘛 名校的这个 出国 甚至未来的职业选择 来跟大家讲一讲 祝大家好运 晚安